嘿嘿 大家好 我是益 歡迎大家回到 今天就來跟大家試一個非常開心的Minecraft版本 怎樣開心呢? 我們現在就在Minecraft Windows 10 Edition 如果大家不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其實它就是跟手機版一模一樣的一個版本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Windows 10 Edition 來跟大家介紹手機版Minecraft 1.0正式版 沒錯 搞了5年之後 Minecraft手機版Mcpe終於出了正式版1.0 今天就跟大家看看中介的更新 現在放了中介眼 準備進去打Minecraft最終BOSS打中介龍 好緊張 雖然我今天就跟大家在Creative Mode 跟大家去看看一些功能 我們就不會真正用裝備去打中介龍 留這個體驗給大家玩手機版 或者玩Console版 或者玩Windows 10版的Minecraft的人 即是我們統稱叫手機版 哈哈哈 這個手機版Minecraft的1.0update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看看 究竟裡面有什麼非常令人興奮新家的東西 好 我們一起到中介吧 基本上如果大家未玩過電腦版的話 在1.0裏面就會有一個新家的地方 就是這個N Portal和中介之眼 你只需要丟一些中介之眼出來 就會找到這個Strong Hole 這個Minecraft最終迷宮的入口 然後你找到這個房間 即是代表你找到中介的傳送門 放回所有眼睛在這些傳送門之後 就會出現中介的Portal 然後就可以跳進去準備打我們的中介龍 記得大家準備好你的裝備 最好有劍和弓箭和弱水 應該就是最好 好 我們跳進去看看 我們這個MCP版的中介龍究竟是怎樣的 好 首先在這裡 我們看到那邊就有一隻中介龍 等我們上去先 我現在就裝著好像生存模式 因為我又沒有裝備 而我玩Minecraft的手機版也不是很厲害 在這個中介裡面 如果平時大家要看我們玩電腦版的話 也都清楚 在手機版其實也是一樣 要打中介龍之前 就要踏起Block 或者如果大家有梯 雪球等等 也可以上來打爆這些中介水晶 打爆完這些中介水晶之後 中介龍就不會靠這些中介水晶補血 然後就可以開始攻擊它的本體 但是我們只要解決這些中介水晶之後 就可以下去準備到我們的中介龍 最好帶著雪人進來 就可以對付中介使者 如果我們解決這些水晶之後 他就會有空下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餘 也會噴一些龍之氣息出來 大家記得小心一點 那些也會像魔法一樣 會扣起血 所以現在逐步逐步慢慢扣起血 就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很快手慢慢搞定它 OK 好 應該我們搞定完這裡 這隻中介龍就會死了 他搞定完之後 也會跌大量的經驗值下來 跌大量的經驗值下來之後 就會生成了一些非常棒的東西 我覺得在這個Nut.0 絕對是一個非常棒的更新 因為始終都是正式版 就可以讓我們終於看到 真正信證Minecraft的Boss 然後跟著有這個中介Portal出了 我們當然可以回到主世界 和有隻龍蛋 接下來我們也可以跟大家進去看看這個Portal 這個就是進去一個中介群島 或者一個中介城的Portal 我們只需要扔一個Nut.0 進去 我們就已經可以進到這個世界 和這個電腦版都是一樣的 我們進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中介環境 原本的中介就是什麼都沒有 亦都很荒蕪 但是我們在這個中介島 你就會看到有這些Chorus Root 這些就是一些Chorus Plant 可以給大家做到一些新的Block 但是我們就不和大家在這裡看著 因為我就想和大家看完所有新家的建築物 先回去主世界和大家介紹一些新的Block 我們就去找一下還有一個新家的中介城 看看我們有幾快可以找到 OK好 那我們就飛了一會之後 我們就看到一個中介城 進入到我們的眼前 還有兩個 突然間幸運地我們有兩個中介城 在旁邊 這個總指碼都好像不錯 這個就是我們在電腦版也都見過 也都在PC版 也都在MCPE版 新家的Shulker 和一個N-City 這些N-City前面 有些手門口的位置 這些就叫做Shulker 我們就可以給大家看看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我們就轉回技武 對 打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如果你被他打中 就會有一個飄浮的效果 特別是被這些波波打中 你就會飄浮 然後你就會浮上空中 你可能會問 這個不是一件好事嗎 我們可以直接飄浮可以上去半空 問題就是這樣 你飄浮到半空 然後你沒有這個效果 掉下來的時候 就會受到相應的Fall Damage 所以這個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在打中介城的途中 也可以解決這些怪物之餘 也會找到一些非常正的 附魔了的裝甲 和一些非常珍貴的材料 例如我們見到這把Diamond Pack S 就有Fortune 3 幸運3 以及Efficiency 4 這個效果4 大家如果打贏了中介龍 就可以直接進來看看 究竟這裏有什麼可愛的寶藏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大家上到這艘船上 就會見到一些更正的寶藏 讓我們先進來這邊 除了我們有藥水之外 也可以給你補補血 然後我們進來最重要 就是看到這隻 這個就是我們鼎鼎大名的 滑腸翼Elytra 這個Elytra 旁邊也有新的非常正的 裝備和工具 比如我們看到這把Pack Axe 基本上就是一把非常理想的稿 但是最重要就是這個Elytra Rings 就是一個滑腸翼 等我們上去 讓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我們就穿上身 穿上身後 基本上如果你在這裏飛出去 它就會有滑腸翼的效果 可以讓大家見到 以及如果大家見到 在船頭都有個中介龍的頭 可以讓大家拿回去 基本上如果大家打贏了中介龍之外 也可以進來中介城 看看每個地方都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個中介龍 除了中介龍可以讓大家見到 這個Minecraft PE版的最終結局之外 大家也可以進來中介城 看看有什麼怪和新的Blog 可以讓大家回去主世界 用一下 不過在這個update裡面 還有其他東西 除了我們這些非常快 飛過的中介update之外 我們就回去主世界 跟大家看看 真正有什麼Blog 以及有什麼物品 加進去 OK 我們就回到主世界 這隻東西 你搞什麼 我可以找劍去搞定它 不用了 應該搞定 自己搞定吧 我們回到主世界 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我們加了什麼新的Blog 除了非常令人興奮的中介城 以及中介整個世界之外 也還有其他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在中介群島裡面 經常都會看到 這個就叫做Chorus Fruit 這個的和哥哥 我忘記了中文是什麼 如果大家知道中文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是這個Chorus Flower 可以讓我們做到 旁邊這麼好的紫色Blog 我們只需要突破 我們轉個GameMode 我們只需要突破下面這個位置 先突破一個花 它就會掉出這個種子 你只需要突破下面這些東西 它就會掉出一些Chorus Fruit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塞入熔爐 然後把它燒成一個POP的Chorus Fruit 然後你就可以做到這些這麼正的Purple Pillar 其實我覺得這隻東西 用來建的東西是非常之好 特別是配合這隻新家的Endstone Breaks 也會非常之配 然後中間的Ender Chess 這個也是很久之前在電腦版已經存在的東西 但是手機版終於加了這個中介箱 這個中介箱的用處在哪裡 就可以讓我們把東西塞進去之後 可以在另外一邊我們放到一個中介箱出來 就會拿到同一樣東西 這些就是我們在中介裡面可以找到的東西 還有兩樣非常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個龍蛋 這個Dragon X 就是你打完中介龍 第一次就會掉這隻龍蛋出來 還有我們剛才和大家講的龍頭 就可以拿它下來 給它一個紅石信號 它也會自己懂得動一下動一下 或者你可以把自己的頭帶龍頭上去 就會變成一個頭帶身小 非常之可愛的一個人仔 這個就是我們基本上在中介會見到的一些Block 和你可以拿到的東西 接下來也有這個Shulker Box 你不要打我可以嗎 我們轉回去記錄 我們免得去打我 待會有飄上去 這個Shulker Box 剛才也和大家講過 打完之後也會掉這個Shulker Shell 暫時這個Shulker Shell 就是沒有用的 大家可以拿回去裝飾或者儲存 之後可能會有更新 它就會有用 但是我們除了這個怪物之外 也會有新一個怪物加了下來 如果我們不停地丟中介珍珠 丟中介珍珠的時候 它就會有些肌肉 出一隻叫Andermy的東西 Andermy就好像Silverfish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銀魚 這隻就是一隻中介版的Silverfish 當你扔Andermy的時候 它就會有肌肉出 然後你 spawn出來之後 它就會跟Silverfish一樣 追著打你 Andermy也會被它激怒到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除了這個Andermy也可以 基本上叫做全功能都齊 我們可以扔出去 也可以去到其他地方之外 也有兩樣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一早跟大家說過的滑腸液 Elytra 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先裝上去 然後還有一個藥水 就是Lingering Potion 這個Lingering Potion 跟普通的Spash Potion 就是扔出來同一個持續藥水 有什麼分別呢 扔出來的藥水 基本上就是一次滑 你會看到 扔完出來之後 這個效果就會消失 但如果是Regeneration 你就會看到 Lingering Potion 我們踩進去 才會有一個效果出來 如果很多人可以踩進去 同時經過這裡的話 它就會有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Lingering Potion 是非常好用的 這個視覺效果也很棒 但是整個方法 除了功能 也有所的難度增加 我們就需要這些Dragon Breath 剛剛也跟大家說過 在打中介龍的時候 就是你要趁中介龍下來噴他的龍色的時候 你拿過玻璃瓶吸他的龍色 才可以拿到Dragon Breath 所以這個Lingering Potion 都需要冒一些險 給中介龍得惡街 或者被中介龍打死的風險 也絕對在 但是你換來的 就是這些這麼棒的東西 OK 等這些非常漂亮的Lingering Potion 效果散掉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 為何玻璃瓶中間好像沒有東西 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 中介的Update裡面 基本上是唯一一樣 不是中介裡面出現的東西 就是這隻非常有趣的北極熊 這個北極熊可以在哪裡找到 很簡單 去冰天雪地的地方 你就會找到這隻北極熊 而且在冰天雪地 也會有可能找到這些冰屋 我在這裡展示圖給大家看 因為我都找不到 我之前找了半個小時 我都找不到 所以我就展示圖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大家在冰天雪地行走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這些北極熊 因為如果他有小朋友的時候 他會非常有攻擊性 所以如果你看到他有小朋友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 對了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麼多 我們進入中介 打了MCPE版的中介龍 這個是1.0星式版 我們終於在Minecraft裡面有個結局 還有跟大家介紹這麼好的Blog 哈哈 我們先弄出急指效果 對啦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麼多1.0的更新 我希望大家快點更新 然後進去看看你夠不夠這隻中介龍 哈哈 我之後這個MCPE的更新 都應該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精彩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在下面留下個like 以及訂閱我 我在下一個版本出的時候 就跟大家再介紹一下 究竟這個MCPE版有什麼新 好 那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次回來 和大家玩Minecraft的手機版 或者如果大家有興趣看我的電腦版 也可以按下其他影片 好了 那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見 拜拜 對 再見 不要也 打拾這個功夫 不 我去甭這個牆 那就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